为了加强宣导垃圾分类环保政策 吉安厢公所清洁队 请18村的村长逐户发放 富有摸彩莲的厨余回收 以及六口不留便的宣导传单 并在9月8号上午进行直播抽奖 由乡长游淑珍亲自抽出165个奖项 包括投奖55寸的液晶电视 还有电冰箱等丰富奖品 而清洁队会电话通知中奖人 请民众攜带身份证还有印章 到清洁队来领奖 6611 哎呦哦6611 李淑婷 哇恭喜我们的乡亲李淑婷 获得了55寸第一章出来了 哇恭喜 北昌春 北昌春 我们的刘贵来 恭喜北昌春的刘贵来 下车 哇好公平哦 刚刚是人李春 北昌春 现在来换宜昌春 宜昌春 我们的肖傅珍 55寸一季电视和双门冰箱 由乡长游淑珍亲自抽出 现场出现了欢呼尖叫声 这是简安湘公所清洁队举办的 厨余回收及六口不留便宣导活动直播抽奖现场 希望透过互动参与和拿大奖鼓励民众一起来落实资源回收垃圾减量工作 厨余变堆肥垃圾变黄金 让我们落实 吸收垃圾分类 洁净家园 也让我们遛狗不留便 相信这些推广 都为我们洁净吉安 缤纷多元 环境的一个幸福美好 来做努力 这次推广到三万四千户的江户里面 让我们家家可以一起攜手共同维护洁净家园来努力 今天是我们的抽奖摩采典礼 恭喜我们所有的得奖的乡亲 但是也带来了很多的宣导效益 无管我们有没有获奖与否 我们永续为我们的家园 为我们的每一寸土地 跟我们的地球再奉献一己之力 为我们加油 这次活动投奖是55寸4K液晶电视一台 还有电冰箱 微波炉 热炒锅 脚踏车 电风扇等丰富的奖项 乡长游淑珍还加码50台的电风扇 合计有165个奖品 清洁队会以电话来通知中奖者 同时也请民众要带身份证和印章到清洁队来领奖 现场也有民众到场观看直播 游淑珍也制认每人一组打扫用具 感谢大家一起来力行环保亲近家园 谢吕慧 既然相报导